那今天呢我们来介绍一个最新的字节跳动研发的视频生成的新技术啊这个技术叫做ATI 那ATI这个技术呢允许用户在图像上方绘制任何的轨迹 并且呢利用这些轨迹生成逼真的视频 从而实现了对视频当中的对象啊 局部的一些物体啊甚至相机的运动呢都产生了一种非常精细的控制 那这种方法呢通过轻量级的运动注入器将用户呢绘制的一些关键点的路径 整合到于训练的图像到视频的生成模型当中 从而产生时间和语意上一致性的这种运动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在Bob脸上看到这样一个模型啊 这个模型呢实现了我们所谓的ATI技术 并且是基于12.1 14B训练出来的 那如果我们要在CompUI里边去使用这个技术的话 同样会用到K神的这个扩展 我们可以在这个实力工作流里边看到啊 这样一个工作流叫OneValue ATI Testing 01.JASON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ATI技术的这个测试工作流了 那同样的模型的下载我们依然是在Bob脸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列表里边 可以找到三个关于ATI的模型 一个是FP16的 而针对FP8呢有不同的这个权重类型 一般呢我们是选这个啊 好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它具体的实现方式 那同样我在RunningHub上呢给大家构建了相应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Hub.AI来访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作流呢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模型加载的部分 那大家注意啊由于我们的视频呢帧数比较长啊 达到了81帧 所以说呢我们开启了快交换技术 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一部分GPU的算力 另外为了提升采样速度 我们同样用了COSVID 然后呢是我们的主模型的加载器啊 大家注意在这里边呢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首先是我们的主模型 那我们加载的是ATI 14BFP8的这个模型 而这个基本的精度你要注意 我这选的是FP16 而K神默认的那个工作流上选的是FP16 Fast 这个很重要啊 如果说你基本的环境里边PiTouch是大于2.7的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 那这样的话呢会使它运行的速度更快 但是Running Hub基本的这个PiTouch的版本还达不到这个要求啊 所以说我这选的是FP16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本地运行啊 一定要尝试一下看这个能不能跑起来 那下边呢当然是根据我们这个模型的量化 来选择具体的量化选项 然后Sage the Tension 这样的话呢会让速度更快一些 而且呢注意力更加集中一点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稳稳编码器和我们的微液 这就是我们说的模型的三大价啊 然后呢我们这需要有一个轨迹生成的组件啊 大家看一下这有一个图像 然后我们把它Resize一下 由于它是一个方形的 所以说这的分辨率设置的是720x720 完了之后呢我们这有一个基础点数的设置 也就是说你在这绘制这个运动轨迹的话呢 用的点数大概是多少呢 注意这个采样的点数是121 这个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呢也可以描述不同的轨迹 用这样的一个节点给它串联起来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呢其实要模拟一下眼睛放大啊 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这有一个这个轨迹的编辑器 这个编辑器我们在之前其实不止一次用过啊 这我就不细说了 这是起始位置 这是结束位置 表明了啊这个运动轨迹是从这到这 是吧 这是第一个 然后这还有一个 是从这到这 那还有一个是从这到这 那这个其实就是在表明我要把它的眼睛放大 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两个连起来 再和这个连起来 最终呢我们会生成一个Stream类型的轨迹描述 你要注意这个描述的轨迹 我们不是放在参考图像里边去处理 而是经过这样一个节点啊 叫One Value ATHX 其实呢是将轨迹和模型进行了一次什么 融合 关于Temperature啊 包括TopK啊 这样的一些设置的话 大家保持默认就行了 然后呢是我们的参考图像 这个处理呢 比较的常规 我们用我们的视觉编码器 然后呢 通过我们的One Value Clip Vision Encode 进行一个视觉编码 把我们的参考图像呢放过来啊 然后呢再经过我们的One Value Image to Value Encode啊 生成一个Image的内置的向量 然后供采样器去使用 基本上就是要一个逻辑 然后呢是我们的提示词 这个提示词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啊 因为更多的动画呢是靠这个轨迹来引导的 但是呢我们这还是写了一个叫Zoom Into Woman Eye啊 什么意思就是放大人物的眼睛是吧 由于使用了Costly ID 所以说呢采用步数是10 然后CFG呢是1 Shift是5.0 然后别的呢和传统的One模型是没有区别的 这儿有一个可视化啊 这个用不用都行 主要是让你看清楚这个轨迹是怎么动的 那大家看一下我们最终的这个效果 其实不是特别明显对吧 这个人物呢头部有一个微微的上移 所以说你要注意啊 最终的这个效果跟图像的这个构图是有很大关系的 你比方我这个图啊 这个女孩呢用两只手臂 其实呢直接把这个图像啊 可运动的这个区域给它卡死了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 你可能这儿就不能得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那如果没有这两个手臂 可能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那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呢 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测试 我们看下面这个 这个呢就比较清楚了啊 那这个呢是一个竖屏的图像啊 我们把它缩放成480x832 是一个标准的16比9的这样一个图片 然后呢我绘制了三个轨迹 你要注意 第一个呢是我把它的手呢 让它往上走 对吧 那第二个呢是脸呢往这边移 第三个是这个手呢也往上走 那我们看一下最终的这个效果 这是带轨迹的图像 大家看一下 头在向这个方向去移动 手向上在移动 而这个呢其实不光是手啊 它整个的这个腿也在向上移动 所以说呢这个控制虽然不是特别精准 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 每一个轨迹的控制呢都是起作用的 对吧 这是我们用了三个这个轨迹编辑器 当然呢你可以根据需要去调整你的轨迹 比方说我们可以用两个 这个呢同样是一个美女啊 在端着一杯咖啡 然后呢我把它的提示词呢给留空了 大家看一下 没有给任何的提示词 然后呢这儿我用了两个轨迹的编辑器 一个是茶杯往上走 一个是女孩的脸呢往前走啊 那我们看一下最终生成的效果 那我们这个就得到了一个茶杯往上走 同时呢人物在转动的这样一个效果 我觉得这个这种控制呢 基本上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 对吧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 这个呢是画面控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例子 因为这里边有两个主体啊 第一个就是这个老虎 第二个是这个美女 然后呢我在控制它运动的时候 一个是老虎呢 它往下走 然后是美女的脸往这边转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最终生成的这个效果 大家注意这个老虎呢 它在往下走啊 当然不见得是这个老虎本身在往下低头 可能是某一种镜头的运动啊 导致我们产生对应的这种运动效果 然后美女的脸呢再往这边移 非常棒的一个控制 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画面放大的一个效果 比方说呢我现在是这个图像 我希望把这个虎头给它放大出来 那其实呢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 三个轨迹 一个是连往下 连右下 然后连往上啊 这样的话呢就会让这个模型知道 你要把这个区域给它放大出来 是吧 然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呢 其实我原意是想让这个女孩转身 所以说呢 这有一个蹲着的女孩 然后呢我们设计了三个点 这三个点呢都是让这个女孩的身体往后走 其实我是想让她这样转过来 当然最终的效果呢可能有点差强人意 它其实是画面在平移运动 但是这个运动轨迹的确和我们画的这个是一致的 这个只能说我描述的有奇异啊 不能说人家生成的有问题 对吧 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同样这个比较互动的一个图片啊 一个女孩和一个猫 然后呢我们绘制了三个轨迹 一个是猫的头往上走 第二个呢是女孩的手往上走 第三个是女孩的头往下走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对吧 那这个呢 其实我是在测试一种旋转效果的实现啊 就是如果我想让这个女孩把头给抬起来啊 那我可以让她的下巴往上走 脸也往上走 然后让她的头呢这样往下走 这样可以形成她抬头的一个效果 但是这个测试起来呢不是特别的好 大家看一下 鼻子往上走 然后这个下巴呢也往上走 但是头呢是往下走的 可能我标的这个区域是不是不太准 大家看一下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效果 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抬头的一个动作 但是这个效果的确也在参考着我绘制的这个轨迹 在动 那最后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负面的例子 同时呢我把这个工作流呢给它重构了一下 因为之前K神的这个工作流呢其实还是太乱了 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并没有按照标准的这种工作流的组成来做啊 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这个模型的这个部分 模型的这个部分呢 我把模型的加载和我们的文本编码器和我们的Ve的加载放在了一块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关于提示词的部分 这我就直接连过来了啊 生成了我们的这个Text InBite是吧 然后呢是我们的这个参考图像的部分 同样啊 我们前面有一个基本的配置 还有我们这个图片的基本处理的部分是吧 最终呢我们生成了这个图像的InBite 那下边的就是轨迹的绘制 轨迹的绘制的话呢 由于是两个人物很容易理解啊 第一个呢我希望这个女孩的头呢 靠到男孩的肩膀上 然后我希望男孩的头呢朝女孩去移动 然后女孩的身子靠男孩去移动啊 然后我们同样会得到三个轨迹 这三个轨迹经过我们这样串联之后 会得到一个Tracks的文本类型的数据 其实应该是一个Json数据 完了之后呢我们采样的时候可以用到 这呢是这个轨迹可视化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啊 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不太好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明显过界了 这俩不单单是靠近了啊 靠的太近了是吧 产生了一种物理学上不可解释的现象啊 所以说呢这种轨迹的绘制呢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分寸的啊 不要过了界 要不然呢会产生非常诡异的一些现象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ATI这个技术 通过这一系列的测试大家会发现啊 这个比我们之前讲的类似的技术呢都要精准啊 那原来的那个类似的技术呢 我们要抽卡很多遍才能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效果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 这个技术带给我们这种新的视频生成的体验啊 好 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